夏天晴 你死哪里去了 刚才为什么不接电话 只给你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不到的话 你知道后果 你怎么来了这么快 终于有用了 盈云 我刚好也在里面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沐宇出事了 你不是他的一栋血库吗 赶紧进去出血 他就是RH阴性血 缺多少抽多少 不用担心 夏女士 恭喜您怀孕了 但是您的身体状况 一直不太好 本身您是属于不抑郁体质 再加上您身体移植不好 要注意保护 千万不要卤颤 宝宝 你是上天给妈妈的礼物 不管怎样 妈妈都会保护好你的 用妈妈的生命保护 凌云 我 别装出这副模样行吗 当初不是你尚赶着要和我签协议 只要我娶你 就做沐宇的一栋血库 现在又装出这副假惺惺的模样 你不觉得自己恶心吗 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 也配进我们季家的门 你只是在为三年前的车祸赎罪而已 不是的 是当初韩沐宇他 好 你没有 你约沐宇去爬山 沐宇就出了车祸 又刚刚好只有你跟赵氏车主有个通话来往 虽然赵氏车主迟迟没有抓到 你敢说这件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吗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 当初是韩沐宇约我出去的 我什么都没做 到现在 你还是不承认 要不是因为你 沐宇的身体会这么差吗 也不会失去生育能力 天晴 沐宇那么善良 你为什么要害她 还让我失去当父亲的机会 凌云哥哥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要怕 我一直都在 凌云哥哥 天晴姐姐今天为了救我 输了这么多血 她应该想回家休息了 你先带她回家吧 我这边自己一个人 没关系的 韩沐宇 我夏天晴的死活还不用你来操心 凌云 你 今天回家吃饭吗 我有事和你说 有你说话的份吗 喂 天晴 怎么样了现在 喂 喂 天晴 你怎么来了 吓死我了 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都不说话 我差点就报警了 还放你在家 你身体怎么这么虚弱 我没事 什么没事 这晕倒在家里 晕倒在外面怎么办呢 你怎么在我家 还在我的卧室 夏天晴 你厉害啊 现在勾引男人都不背着我是吧 你知不知道她晕倒在家里 和你有什么关系 顾红 你先回去吧 不用担心了 我没事 凌云会照顾我的 好吧 凌云 你怎么回来了 这么快就跟叶顾红搞在一起 去医院是不是为了找她 还装晕 输那么点血 就晕倒了 你他妈真是个废物 不是 凌云 你误会了 无论是你的身体 还是你的脸 都让我恶心至极 不要 好疼 别在这跟我装什么清楚 就你这个正常的恋爱 还说不想要 做了表擦想立排法 我告诉你 你以后再敢和别的男人 不亲不处 我会加倍惩罚你 预云 我怀 死 别在这跟我玩欲擒故作 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本 要不是你和沐鱼有相同的学习 你以为我看得上你吗 给老子转三千万 你给我打电话就只会要钱是吗 你给老子钱那是天经地义 要不是你掌握这集团 你以为老子会搭理你 称不明文的老东西 为什么要把集团交给你掌管 集团的继承人本来就应该是我 我总得知道你要钱干嘛吧 这点小钱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不买套房子都可以了吧 怎么办 他磨磨叽叽 怎么忽然要买房 不想给钱就直说 别那么多废话 你不给我 我就去找我的好女士要钱 我给你转 你别找季灵云 顺便告诉我哥 最近让他老实点 别给公司添麻烦 见你一面真不容易 你最近没事吧 我没事了 那提前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顾红 我怀孕了 怀孕了 那 那你是打算留下这个孩子吗 孩子是无辜的 他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 可是季灵云对你一点都不好 他还打你 我们 挺好的 那 我就先走了 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事随时和我联系 如果我们有孩子了 你会喜欢吗 你配吗 灵云哥哥 怎么了 吵到你了 你在寒木雨那里是吗 灵云哥哥 天青姐姐应该是想你了 你回家吧 我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 放心 我就在这守着你 乖乖休息 嗯 喜灵云 我们离婚吧 我 夏总 这是离婚信义书 在财产分割方面 你还有什么建议吗 还辛苦你周末专程跑来一趟 我看一下 好的 有客人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 我回自己家 还需要向你报备 我得回来看看 是什么人勾搭你 非要跟我离婚 就这个货子 还不如那个叶姑姑子 怎么了 我回自己家 还需要向你报备 我得看看是什么人 勾搭你非要跟我离婚 就这个货子 还不如那个叶姑姑子 住手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的 这是我请的律师 季灵云 离婚嫌疑你看一下 我不要你一份请 还会给你一些下市的股份 我现在就求你给我通通快快的签个字 以后我们各不相干 你以为我季灵云是什么人 季家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是吗 你这是干什么 还在啊 夫妻生活的现场直播要看吗 那我先告诉你 季灵云 你是想杀了我吗 什么 这么着急离婚 甚至要跟信业的死分 三娘 我受冻了 不是人啊 不是 是 当初是你要死要活的最要逼我娶你 现在想离婚 我告诉你 绝对不可能 季灵云 你别逼我和你法庭上见 我看你还是不长记性 这么精神 饿你两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季灵云 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季灵云你疯了 你放我出去 灵云 我未难受 你放我出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怀孕了 灵云 我求你了 你放我出去吧 你觉得我会信吗 灵云哥你回来了 身体还没好 就别弄这些了 想吃什么让保姆弄 你好久都没吃我的菜了 快坐下吃饭吧 那个 灵云哥 你和天晴姐 那件事谈得怎么样了 什么 就是 你们离婚的那件事 你怎么知道的 但 我现在还不想离婚 什么 为什么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为了我 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而且天晴姐她 我忽然想起来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下次再来看你 喂 季龙 在忙吗 姐 不忙 有事您吩咐 也没什么 就是 我觉得最近 灵云哥挺忙的 刚才我做好了菜 她一口没事就走了 在别的事情上 我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我有点担心她 最近公司 也没什么新项目 要是有项目 我哥应该会告诉你 这样姐 你呢 先别着急 我呀 这就去问问 好吧 好 谢谢 喂 你等会我 我马上到 想她干嘛呀 应该没事 饿她两天让她长长记性 哎 大哥 嗯 你最近怎么有空跟我们玩了 有好消磨气的带带我啊 最近不忙 哎 哥 你是不是跟那个韩小姐 闹什么矛盾了 没有啊 对啊 韩姐也给我打电话了 哥 你说你怎么回事 这吵架归吵架 你别让人家担心你 可咋的 要我说姓夏的 是真他妈恶心 要不是他 你跟韩姐 从高中到结婚了 就是 多好啊 等一下 那个 我还有事 你们先玩 今天挂我账 哎 你 肯定找韩姐去 可不老的 夏天晴 天晴 你别吓我 别装了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我们离婚吧 齐灵云 你要干嘛 我要去明证据离婚 这是哪儿 刚好赶上一出好戏 看到那个车子了吗 过会儿 你看里边出来的是谁 饭 怎么回事 你把我爸怎么了 是不是你搞的鬼 别着急啊 我这不正要带你进去看吗 天晴 舅舅爸爸 爸爸什么都不知道 夏天晴 你个贱货你 就是因为你客死了 现在还要害死爸是吗 啊 死人怎么不是你呀 夏天晴 你这个不孝女 我可是你亲爹 赶紧想办法救我 怎么样 这出戏还满意吗 我爸到底犯了什么事 放点钱出去而已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只不过 是拿着借钱人 裸罩收钱的时候 逼死了去 夏天晴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救 还是不救 我只要你给我跪下 他犯的是私信 虽然我手上的证据 起不了多大作用 但是送我的岳父进监狱 杜鱼生 还是有用的 所以 我亲爱的妻子 救你 我只要你给我跪下 跪下 一个小时后 自己滚回记家 不好意思 现在呢 我有新的证据 可以重新提交一下 夏小姐 请问这次高利贷 下时参与多少 夏小姐 下时面临重大危机 你和季氏的联系 是否还会持续 这次事件涉及人命 夏小姐有什么想 对受害者家属说的吗 快过来 快来 这个女人 别让她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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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姓名 杀人送手 杀人送手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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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了全家福 你有什么资格画的 你还这么想 儿童爸爸 我这次烤了一百分 下次下次去游乐园能带上我吗 去去去 打麻将的啊 取取取 胡了 爸爸 为什么我不过生日呀 你还过生日啊 你个丧门星 如果不是你 你妈就不会死 救 还是不救啊 只要你给我跪下 是 听情 听情 可以出飛医院 孤红 我在我在 孩子 我的孩子还在吗 情况不太好 虽然刀伤对孩子的影响不大 但是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 孩子的健康情况 但是李主任他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所以天晴一定要坚持住 孤红 孩子的事 不要告诉季灵云 帮帮我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灵云 我好疼 怎么样医生 我老婆没事吧 病人暂时已经脱离生病危险了 具体的话 你跟叶医生聊吧 季灵云 你怎么还有脸来啊 夏天晴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你有什么资格问他 他现在躺在那里了 是败谁所赐 凭我们是合法夫妻 我们怎么样 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以后我会照顾好他 就不劳你费心 你妈就这么照顾他的 照顾到让他半脚踏进鬼门关 你知不知道他还 还怎么样啊 你这样的人渣根本就不配 或者季大少爷 您现在着急不觉得有点网 刚刚打我这一拳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别蹬鼻子上脸 我不配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我玩够的破鞋 你尚赶着追紧 叶医生 还真是口味独特 天晴这就不劳您大驾了 您还是多关心关心韩小姐吧 听说她今晚也住院了 就在三冷 我的家室还轮不到你插手 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 我是夏天晴的老公 我有权利知道我妻子的状况 要不是当时我在国外 你怎么可能 她现在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 目前处于昏迷的状态 但是她的身体实在是太虚 而且又有严重胃出血 需要继续留院观察24小时 喂 孙助理 沐宇那边怎么回事 苏小姐那边 今晚发高烧 她说给你打电话没有打通 我就先安排给她送到市医院 行 你继续盯着夏城商那边的事 老云那边发现一拨人 在发酵引导夫人下午的事情 警告一下媒体 今天的事全部压住 网络那边也清除干净 还有 夏家那边有什么动静 让小婶随时向我汇报 她住院在这期间 我不希望夏家出任何事 灵云 我在 天晴 你怎么在这儿 天晴 你没事吧 我爸的事怎么样了 证据已经提交了 后天再审 你还记得我们认识多长时间吗 快四年了 在我的世界里 我已经看了你十二年了 说真的 灵云 我累了 我们离婚吧 用完就丢 好好养病吧你 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想想你父亲 我有能力保你 保你们夏家 我就有能力再把他们拿回来 我们除了离婚还有别的选项吗 我爸入狱 我茗玉扫地 差点死掉 夏氏集团 我现在不清楚什么情况 但也不会理想到哪儿去 可以离婚 但你要想清楚 我答应过 可以免除死刑 但在监狱里面发生什么 我可不敢保证 七灵云 你爱过我吗 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明天我在来看你 我亲爱的季夫人 后天我来接你 喂 妈 天晴 你没事吧 身体怎么样了 爸 我没事 让你担心了 有什么事 一定要和凌云说 要和妈妈讲 你父亲的事 我也听说了 我和你季爸爸 也托人问问看 还有没有什么转机 或者余地 谢谢妈 你和爸也要好好注意身体 你爸爸他其实 不说他了 妈妈和你季爸爸 现在还在处理 欧洲这边的事情 下周就回去了 到时候妈妈给你带礼物 说完这个夜 今天可以不说了吗 我要去法院 不行 叶医生专门交代过了 等你从法院回来再说 他要我好好看着你照顾你 那可以帮我办一下 临时出院手续吗 单子都在抄体里呢 这个可以 宝宝 你看这个事情还是很好的 妈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喂 天晴啊 是 天晴你在听吗 爸爸是个混蛋 是个不称职的夫妻 这些年 一直把你母亲的死 拐在你头上 医院就是这么多年 这次爸爸犯的错 连人命都打上了 都猜到了 等我到了那边 你妈一定会跳起来揍我 爸 天晴 爸爸应该为他们 赎罪的 爸 你怎么忽然说这些啊 你在什么地方 除此之外 爸爸一直接你一句道歉 其实你很优秀 对不起 天晴 你能原谅爸爸吗 朋友 啊 休息 寄灵你人 不 哼 韩先生你没事吧 韩先生你没事吧 快来人啊 韩先生服务了 爸 你冷静 夏丞生 我还没原谅你呢 爸 爸我求你了 你别丢下我 我什么都不要了 爸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行 你没事吧 滚 我 杰灵云 我爸死了 是你害死了他 都是因为你 不会有事的 你相信我 你知道他没这个胆量 都是因为你 是你害死了我爸 我 他不会死的 对 他都叫我天晴了 他不会丢下我的 我要去看他 你的手 我要去法庭 我爸今天开庭 冷静点 庭室已经取消了 有的 一定有的 我要去 天晴 别闹 你爸已经被送到 滚开 我不想再看见你 走 让他去 做这个去吧 你现在身体太虚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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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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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不是他 這不是他 這不可能是他 我要去找我爸 你到底跟爸說什麼 他為什麼會補毒呢 媽一個還不夠你還要開死爸 我 不是的 爸沒死 爸沒死 這肯定不是他 我要去找我爸 聽聽 節哀申辯 我們好好送他最後一場 他怎麼會死的 怎麼會死的 爸 爸 你理理我呀 你別不說話 爸 我什麼都不要了我求你了你別睡了 爸 你說這些還有什麼用啊 他都已經死了 你害死的 夏小姐 小小姐 請解愛 您父親已經去世了 建議您家屬這邊儘快做決定安排後事 韩先生是福度而往 希望您這邊儘快做決定 爸 咱別在這兒睡 這兒太冷了 我帶你回家睡 夏天晴 你冷靜一點 夏成尚已經死了 別再鬧了 你要學會接受現實 他不可能死 姬凌云你放開我 我要帶我爸回家 你要是再這樣 我不介意幫你做決定 直接把屍體推出去處理他 不要 凌云我求你不要 你現在能往京嗎 如果還不能 我不介意幫夏成尚處理後事 姬凌云 這是我的家事跟你沒有關係 我們還沒離婚 我只想幫你 姬凌云 你有考慮過我的感受嗎 我真的後悔了 我後悔遇見你了 如果不是因為你 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真的假的 真服毒自殺了 你們倆剛剛說什麼 葉醫生 您朋友的父親 尚午服毒自殺了 天晴現在在哪裡 他現在應該在ACU吧 吃點東西吧 要不你身體受不了 我爸這件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是不是整個事都是你策劃的 我爸走之前讓我小心翼 你爸這種人還需要我對付嗎 再說 你爸對你有一丁點親情 是不是我不提離婚 我爸爸就不會死 夏成商已經死了 那我們離婚吧 我沒提之前 你別想從我身邊逃走 是我做的還不夠好嗎 每天像狗一樣聽話 你讓我下跪 我跪了 讓我抽血 我抽了 在你身下 每天像個玩物一樣任由你践踏 像個婊子一樣被你擺瓢 沒有一點尊嚴 我不明白 你到底要我怎麼做才可以 姬凌云 我求你告訴我 怎麼做你才肯放過我 別想那麼多了 以後好好做你的季夫人 姬凌云 我不欠你什麼 如今我家破人亡 你還不肯放過我嗎 別想把你爸的死 歸到我身上 況且你爸死了 你還有你哥 你也不想你唯一的情人出事吧 你拿下風衣威脅我 你覺得有用嗎 這怎麼能算危險 我只是關心自己的親人 至於有沒有用 你自己知道 你的野男人已經到門口 該怎麼做 需要我教你嗎 我可不想時時刻刻 都有被戴綠帽子的危機 天晴 天晴你還好嗎 天晴需要休息了 有什麼事跟我說 畢竟我們是夫妻 滾開 我要帶她走 你有什麼資格 你們已經離婚了 離婚 我可從來沒聽說過 我們夫妻感情 一向很好 剛才天晴還說 要乖乖聽我話呢 不可能 他不可能還留在你身邊 還還不夠吧 大概 是因為他見了 你就是個畜生 严靜 跟我走 我帶你離開這裡 我就算我兒子他 也輪不到你指手花橋 靈緣 我來和他說吧 叶姑虹 以後別再來糾纏我了 我是不會和凌云離婚的 我就是賤 愛他倒不行 姨姐 這是不是威脅你了 你告訴我我幫你 沒有任何人威脅我 說到底 我和凌云才是夫妻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之間的矛盾 我們會自己解決的 就不需要外人來插手了 你走吧 聽清楚了嗎外人 自己滾出去 還是我請你滾出去 天晴 媽媽 有媽媽在 別怕 你慢著點 孩子身上有傷了 對對對 你這傷 怎麼樣了 媽 沒事 你放心吧 爸爸和媽媽都回來了 一直在你身邊 天晴 天晴 放心 現在啊 爸爸媽媽都在 蘇媽媽 我爸他 他喊我天晴 他還說對不起我 他是愛我的 可是他不要我了 天晴 天晴啊 蘇媽媽要你 我們大家 永遠在你的身邊 爸 謝謝你特意回來看我 西凌云呢 他怎麼不來照顧你啊 他 紅死忙 忙什麼忙 有什麼事比自己老婆還重要啊 我去給他打個電話 啊 爸 不用了 讓你爸去吧 別管他了 啊 對了 你爸爸的事 你心裡 就慢慢地接受吧 啊 我相信 時間會沖淡一切的 這麼快就要出院啊 再多住兩天吧 全面地檢查一下身體 媽 我沒事 再說了 醫院哪有家裡住的叔父呀 對不對 真不知道誰才是您親生的 我可從來沒見過 您這樣關心過我 姑娘的身體能跟你一樣嗎 皮糙肉厚的 你個臭門性 你還有臉來啊 這不歡迎你 滾 我的好妹夫 我爸 我媽都死了 她客死的 你護著這麼一個丧氣的東西有什麼用啊 新家裡人 命長是吧 我 淫淫 別鬧了 別在我爸爸的墓前動手 我想讓他走得安心些 放心些 我鬧了 我這明明是在幫你 我不需要 爸 一路走好 我原諒你了 夏楓一那邊 需要我幫你嗎 不用了 他恨我是應該的 畢竟是因為我的原因 爸爸才去世的 走吧 太晚了回家吧 我自己開了車 你這樣開車我不放心 你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生的女兒 誰讓她當我呢 姬靈雲 我們可以不離婚 但是我要搬出去住 你要搬哪兒去啊 這就不需要你來操心 你是不是又要去找那姦夫 你等一下 天晴 媽 我聽林雲說 你要搬出去住啊 姬靈雲這是搬救兵 哎呀 你想啊 搬在外面 哪有自己家裡舒服呀 我和你爸爸平時就在老宅住 也不會打擾你們小梁考生活 媽 我和林雲我們之間 哎呀 你們倆鬧矛盾 你就把他趕到書房去睡 再不解氣 你就把他趕出去住 怎麼能委屈自己呢 媽媽會心疼的 我聽你的 這就對了嘛 那你先好好歇著啊 我先出去 怎麼樣 搞定 你媽出馬 你還不放心 謝謝媽 哎呀 你呀 還是好好想想吧 別做讓自己後悔的事 我看這時候也不早了 我和你爸就先回去了 嗯 喂 林雲哥 我聽說天津姐的事了 太好嗎 嗯 還好 林雲哥 怎麼了沐宇 林雲哥 怎麼了沐宇 你哭什麼 我爸爸不知道 從哪知道我家的地址 他欠了賭债 現在催债的人 天天在我公寓門口 嗯 人沒事吧 這樣 你最近 就先不要回公寓那邊了 這件事 交給我來處理 我沒事 我沒事 我很害怕 林雲哥哥 這件的關系 三言良語解釋不清楚 今天目前來這裡因為 別解釋了 我說過了 我對你們之間那些破事 一點都不感興趣 你們愛幹嘛幹嘛 我更不會因此而生氣 哪天你想通了 告訴我一聲 我立馬靈魂同位置 然後給你們的新婚 送上一份合意 夠了 連我的二婚都安排好了 夏天晴 你真大方 夏天晴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只是朋友關係 什麼都沒發生 我說過了 我現在不想和你扯上一點關係 凌雲哥哥 嗯 坐好了 吃飯吧 天晴姐 你醒啦 一起來吃飯吧 不過 我不知道你的口味 所以做的都是凌雲哥哥愛吃的 天晴姐吃這些沒問題吧 那你重做吧 我想吃點清淡的 沐宇是客人不是庸人 夏天晴 你想吃什麼 叫人給你做 別支持沐宇 她身體不好 我剛從醫院回來 做了一桌這麼重油重鹽的 不是說來照顧我的嗎 沐宇願意照顧你 那是因為她善良 你這是什麼態度 張婶 給夫人做點清淡的 雖然說我們基因上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就憑我給她輸了這麼多的喜 也算是我的血脈了吧 照顧一下救命恩人 不是應當應分的事嗎 夏天晴 你別太過沈 張婶 來 來 張婶 張婶 一塊零雲哥回來 給我個信號 這是一筆辛苦飛 您收好 密碼是六個九 韩小姐 您吩咐的事我一定記住 讓開 天晴姐 還要打擾一段時間 真是不好意思啊 滾開 那個 我只是想感謝你一下 畢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紀雷雲雲又不在 你裝綠茶累不累啊 那你呢 你以為你還是那個夏家大小姐嗎 在紀家你就是一條狗 開心了逗逗你 不開心的時候還可以拿來撒氣 你知道嗎 你住院的時候 林雲哥哥都是在我家住的 你就是兩家林雲的工具而已 紀總 您回來了 嗯 夫人他 夫人他 夫人怎麼了 夫人在樓上欺負韓小姐 還說些難聽的話辱罵他 我知道了 我上去看看 啊 林雲哥哥 你人怎麼樣 我討厭 我只有送你去醫院 不用不用 貴情姐 應該不是貴語的 沒關係 道歉 他配嗎 林雲哥哥 貴情姐 可能是不太歡迎我 可能是在意我的身份的 我沒關係的 我自己也可以的 你什麼身份呀 你媽當年用髒手段 逼走了韓家二伯母 但你嫁入了韓家 真以為自己改了個姓 就是韓家人了 夏天晴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怎麼 說到你小情人痛楚了 這個事整個圈子 還有誰不知道 夏天晴 我再說一遍 給牧羽道歉 怎麼 說到你小情人痛楚了 這個事整個圈子 還有誰不知道 夏天晴 我再說一遍 給牧羽道歉 他配嗎 齊靈雲 你放開我 齊靈雲 你想幹嘛 不是說不在意嗎 你放手 不然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我倒想看看 想怎麼對我不客氣 天雲 天雲 喂 喂一二零嗎 我這有人受傷了 你快來 天雲哥哥 你怎麼樣 你怎麼來了 啊 雞伯母 慢點 零雲哥哥 你怎麼樣了 零雲 他怎麼在這 他現在家裡出了點事 需要暫住一段時間 我怎麼沒聽說韓家有事啊 是他生父那邊 他可以去住酒店呢 你別忘了 你已經是結婚的人了 你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身份 不要整天和一些亂七八糟的人 繳合在一起 家裡又不是沒地方住 再說 讓一個女孩住酒店 多不安全 他怎麼不去別人家住 你已經結婚了 姬父母 你別誤會 過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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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兩天就在 怎麼這麼著急 對浩如做呀 說你什麼了 你是不是和你母親一樣 喜歡有父之父 媽 您別這樣說 沐宇和他媽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骨子裡透著騷浪劍 你先回房間 這有我 靈雲 她必須走 我不希望我們季家被人嘲笑 媽 您不用拳了 沐宇正是沒有地方去 才來的 我不會留下她不管 紀靈雲 我公司還有事 回去處理一下 你的傷 我沒事 天晴 你放心 媽是一直站在你這邊的 啊 這件事你也別操心了 你是不得養好身體 瞧不上 還不是因為你是季城的老婆 是阻礙我當上忌胎的半小時 比我把你和夏天晴一起處理一下 哎 凌雲哥 你回來了 嗯 你還沒睡 嗯 這麼晚了 你沒回來你睡不著 天晴姐已經睡了 凌雲哥你要不要 我去渴望睡 餵 張水 你明天 王子小姐的麻袋把夏天晴套走 餵小張 公司現在運行的項目資料 你整理一下放我辦公桌上 穩住股東 還有 千萬別讓小鳳一 唱和公司的事 讓開 你想不想知道你爸是怎麼死的 小張 我稍後打電你 說 即使爸 也沒什麼 不過是 我把你受辱的新聞 打包了一份發給他 誰知道他心理承受能力那麼差 哎呀 說起來 夏城上剛五十吧 太可惜了 就這麼成了你和凌雲哥哥 最近的犧牲體呢 哎呀 也不知道夏城集團還能撐幾天呀 你 你打我 夏天晴你這個賤人 你這個賤人難道不該打嗎 你再怎麼樣也改變不了凌雲哥哥愛我的事實 你就是他的限於光景而言 你總說季雷雲如何如何愛你 那他為什麼不和我離婚呢 你現在就是個見不得光的情婦而已 還是名聲最差的那種 那你呢 我是一個師父的筷子手而已 不 劉雲哥哥 沐宇 怎麼樣 沒事 我沒事 都是我自己不小心滾下來的 不關天晴姐的事 我真的沒事 我看是夫人先打的韩小姐 然後兩個人就爭持起來 最後夫人推了韩小姐一把 說了什麼 說 夫人說 夫人說 你們一天不離婚 韩小姐 永遠是見不得光的情婦 你你血口噴人 張婶 看司機從物語去醫院 我不去醫院 我在這裡 張婶把理事喊過 你為什麼總是學不乖呢 我沒有推他 麒麟雲 這一切都是他自導自演的 你以為你是他嗎 沐宇這麼善良 我真的沒有推他 有監控 樓梯裡面不是有監控嗎 你說 沐宇冤枉 那張婶 那張婶在季家幹了七八年 你覺得他會冤枉你 我真的 收起那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樣子 整天裝著一副無辜的樣子 有意思嗎 我真的沒有推他 是他自己想摔下去 然後嫁禍給我的 到現在還在久別 那你說我為什麼這麼做 我已經不愛你了 你們在一起不是更好嗎 我剛好可以離開 你心機這麼重 誰知道你這麼想 該為你做的付出代理 跪著道歉 我不跪賤人 好 那我幫你 只要你乖乖認錯 我就會放過你 七零雲 我唯一做錯的事就是喜歡上你 更不應該嫁給你 用三年的時間 去賭一個未知的結果 恭喜你啊 終於 好過了我對你的愛 好好好 天晴 快點 叫四姨去醫院 喂 下午三點 四層一四零七病房 我會想辦法 治開所有人 給你半個小時 你怎麼來了 這裡是醫院 到處都是我的眼線 這麼厲害啊 必須的 對了 我聽醫生說 你到現在沒怎麼吃東西啊 我給你買點粥 你多少吃一點 好吧 謝謝你啊 顧虹 我上次 我不怨你 我只是 我只是心疼你 讓我帶你走吧 你還要回那個季家嗎 那季靈雲有什麼好的呀 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還有幾天面可以給他折騰了 我知道你是為了我 你知道什麼呀 我爸就因為我而死 我只有我哥一個親人了 如果我走了 季家為了面子 也不會放過我哥和夏氏集團的 你當他是哥哥 他認你這個妹嗎 什麼最後的親人呢 你有想過你肚子裡的孩子嗎 他還能受得住幾次 顧虹 帶我走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 喂小孫 幫我查一下醫院下午的監控 我要知道夏天晴去了哪 哦 對了 重點查一下 葉孤虹的總計 別讓我抓到 進來吧 這裡安全嗎 他不會找到這吧 你放心 這裡是我自己置辦的資產 而且房產證上也不是我的名字 也跟家沒有關係 誰都不知道 季靈雲也不會查到 哦 哦對了 冰箱裡還有我給你備的食材 有什麼需要隨時跟我講 謝謝你啊顧虹 現在只有你願意幫我了 和我還說什麼謝謝 我只是 我真希望你好好的 我 我可能沒有辦法回應你這段感情 我現在 只想把孩子生下來 好好守着他長大 我知道 沒關係 我可以等吧 我可以和你一起照顧他長大 這些天你也累了 你就早點休息吧 好 那我先去了 天晴被我帶走了 或許把我激活 目前 還沒有夫人的下落 那天醫院的監控視頻突然壞了 很多監控數據都丟失了 叶顧虹呢 叶顧虹每天正常上下班 沒有什麼可疑的跡象 再往深的查 這件事 肯定跟叶顧虹脱不了干系 跟綜合調查的人 不敢往深查 怕叶在那邊問责 要浪費我有什麼用 連個人都找不到 凌云哥 你還好嗎 我沒事 這麼晚了 你也早點休息吧 凌云哥 我 我有辦法幫你轉到天晴姐 你有什麼辦法 夏天晴不是很在乎他的哥哥嗎 你能聯繫到他的哥哥 沒准天晴姐就會 可是 我現在根本聯繫不到他 那 那夏是面臨危機呢 比如破產之類的 他一定能看到 到時候一定會出現 餵 餵 小酸 現在到公司 通知財務部 戰略部 和投資部開會 嗯 爸 你怎麼過來了 你知道你自己在幹嘛嗎 爸 我知道 你就不要管了 傷敵一千 自損八百 就是為了對付夏家 你的理智呢 你把天晴當成什麼了 我們兩家是親家關係 一容俱容 一損俱損 你們明白嗎 趁你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趕緊給我收拾 天晴呢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讓他回來 你這樣做只會把他越推越遠 你知道嗎 你能不能張點腦子你啊 我告訴你啊 趕緊給我收手 要不然 就給我從計程滚蛋 以前怎麼沒發現 做事真不夠腦子的 天晴今天該去醫院做產檢了 知道了 你怎麼比我還操心 我在外面等你啊 嗯 好 大概十點 我和佩天晴在醫院服客之前 但你可以讓機靈允止 小傢伙目前還好 你可以放心了 但是醫生說 你的身體狀態特別的不好 你要再不好好調養 別說孩子 你自己都可能有危險 還有你的胃部狀況特別不好 平時飲食上面 你要多加注意 還麻煩你專門請假一下 這一生我忙前忙後的 你快歇會吧 今天醫院人好多啊 要不是有你在 我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了 來了我的地盤 我能讓你受委屈嗎 所以說這些天 你們都待在一起是嗎 賤人 你還沒離婚呢 機靈雲我告訴你 這裡可是醫院 婦產科 怎麼 就這麼迫不及待 只有兩天而已 孩子都有了 夏天晴 你怎麼這麼賤 就這麼飢渴 還是說你們早就搞在一起了 夏天晴 你現在膽子是越來越大了 跟我回家 我是不會和你回去的 我們什麼時候去把婚禮了吧 你也不想頭上戴綠帽子吧 夏天晴 也顾虹 你們好樣子 天晴 對不起顾虹 今天利用了你 沒事 我 我心甘情願的 我還是儘快從你那裡搬出去吧 機靈雲他不會放過你的 別怕 我們葉家也沒那麼好對付 我會一直幫你的 喂 小孙 季總 馬上把和夜市的所有合作中止 全部中止嗎 可我們有一個項目 馬上就要收尾了 忽然停止 即使也會有損失 我知道 這點代價 我還是付得起的 另外 把消息放出去 與夜市合作 就是和我即使作對 對旗下所有競爭關係的行業 進行全面打擊和吞并 我要讓葉孤虹看看清楚 這海市 到底是誰做主 我 死了 我們的葉大醫生竟然有空來看我了 我是不是最近忙嗎 機家那邊有什麼行動 正在遭受攻擊 我們的子公司損傷殘充 不過還好 因此我們也得到了很多好笑 那 有什麼事我們做的 姑侯 你享受著家族的資源和庇護 當初你學醫 我們也是全力支持了 現在 你竟然為了一個女人 讓公司遭受這樣的損失 真的知道嗎 你想要什麼樣的女人不行 為什麼非得是她 必須是她 不管怎樣 我一定會得到她 兩家的競爭有來有往 集團還撐得住 葉家在海市第二的位置待得太久了 也許 這是一個 能讓夜市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但是姑侯你要記住 我不僅僅是你哥 更是葉家的家主 如果因為你的一意孤行 導致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葉家 會毫不猶豫地拋棄 我知道那意味著什麼 一切責任我來承擔 我就是不能忍受天晴 再被他這樣侮辱 我會想想辦法 看能不能弄到一些計時內部的資料 來幫你 好 餵 怎麼忽然聯繫我 狼和貝總要見面的 要不然怎麼圍堅 現在紀玲雲所有心思都鋪在我和夏天晴的身上 他有工夫搭理你嗎 別和我提那個賤人 我要你為我提供 紀氏的商業情報 我憑什麼幫你啊 我要嫁給紀玲雲成為紀太太的 沒了紀氏還有紀太太嗎 這個你不用擔心 等紀氏一籌莫展的時候 我會雙手把葉家的要害遞到你手上 讓你作就紀氏於水火的英雄 你覺得那時候紀人雲還會看不到你 我要怎麼相信你會拿葉氏給我做嫁衣啊 因為我恨葉家 可你不是 事情依然發展到這一步 我也不怕告訴你 我是葉家的私生子 我的生母就是被葉家害死的 他們那時以為我太小 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我什麼都知道 你就不怕我拆穿你嗎 你覺得我在沒有掌握你的把柄前 會和你合作嗎 三年前的真相是什麼 韓傅的死你又參與了多少 這些年你都幹過的髒事 需要我一一一跟你說嗎 咱們現在是一條繩上的蚂蚱 我跟你說這些 是為了讓你清楚 你和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處境 行 我可以幫你拿到資料 但你最好記住已的承諾 瘋狂的女人什麼都幹得出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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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天晴 你怎麼了 我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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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手不能沾染这些的 她会的 你不了解她 她一定会的 天晴 你先冷静 我会让叶佳先帮忙查你哥在哪的 哥 怎么了 你的情报呢 季家开始疯狂反扑了 明天 明天我去给你结果 好吧 明早八点 如果我得不到季家的情报 我会立刻宣布叶佳把你除名 以此来换回两家的和平 你知道的 我没有在开玩笑 郭红 怎么了 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我一会儿去打个电话 你好好待着啊 别担心 我能处理好 喂 资料什么时候能给我 明天应该能 明天早上八点前必须给我 要不然我们一起玩 我死 我会拉着你陪葬 哎 明天我真的拿不到 喂 喂 喂 郭红 没事吧 没 没事 就是 我哥的电话 问他能不能帮忙 那你先进来吧 我有事和你说 郭红 我决定回季家 为什么 我可以保护好你的 难道你还爱那个畜生吗 不是的 郭红 你听我说 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 你现在告诉我 你要回到那个混蛋旁边 郭红 你怎么了 为什么你只能看到季灵鱼 我哪里比他差了 啊 郭红 你冷静点 也郭红 我还还活着孩子呢 你看 我爱你 你看看我 他凭什么 你 郭红 你看看我 我爱你 你看看我 他凭什么 你 郭红 你 我不是故意的 滚 滚 你 你 我只是太爱你 害怕失去你 出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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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回去是吗 嗯 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联系了 这样对你 对我都好 也不用送我 被他看到药发疯了 还有什么 我能帮你的吗 能麻烦你再帮我开几瓶药吗 药量还是平常那样 瓶子已经帮你换过了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 郭红 郭红 你的狗屁资料在哪里呢 你知道现在我们损失了多少吗 为了叶家我也保不了你了 你好自为之吧 你是还要逼我的 你死了 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还知道回来 我以为你已经在外面乐不思蜀了呢 所以拿了什么 我也要喝一些保健品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你老公 咱俩还没离婚 你想要我什么态度 亲爱的老公 满怀爱意 你应该去找韩沐宇吧 他肯定能满足 但说我不奉陪 不是出去野了太久了 不知道谁才是你的主子 你该向谁要尾吧 夏天晴 你就是我的一条狗 摆正你的位置 别给脸不要脸 齐灵云你放手 你为什么总是学不乖 老老实实在家当你的季太太不好吗 我不要当你的季太太 天晴 你没事吧 头还能动吗 坚持一下 我只有送你去医院啊 医生说 最近你的腿都不能沾水 要好好养着 我不想在这儿待着 我想回去 行 我去给你买个轮椅 我已经给李医生打过电话了 今天就让他先在一楼住着 你有什么不舒服 直接打电话给他 那你出去吧 这是我的房间 我们快要离婚了 而且这样互不打扰挺好的 你现在不能动 我留下来照顾你 不是正好吗 那你能帮我搬把椅子过来吗 椅子 我想擦一下身上 嗯 你干嘛 你出去 哎 林云哥 嗯 林云哥怎么不在下面吃吗 我吃过吧 林云哥 嗯 你今天 有事吗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今天不去公司 一会儿找你 嗯 我等你 凌云哥 你进来吧 怎么了 找我什么事 我看你和天津姐那天和好了 我很开心 但是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我怕你知道之后 你们两个之间产生隔阂 你说 天津姐那天推我下楼的时候 说的一些话 说了什么 她说 说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都很恶心 还说要诵诈我们 某云哥 我不想说的 但是我只是希望你能小心一点 她 真这么说的 别哭 为什么会这样 当初相爱的明明是我们两个 可是为什么一掌之物 你一掌之物 你一个人 说是吗 你一个人 我一掌之物 是 有 你一个人 十一 上午 我不知道 我只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离婚 然后娶我 再等等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 天青姐都说可以成全我们了 等 我和她生了孩子吧 等孩子生下来 我们就结婚 孩子交给你来抚养好不好 可是 好 就这样决定了 公司有事 我先走了 怎么可能让他 怀上你的孩子 绝对不能让他 生下你的孩子 到时候 能不能离 自灵输了吧 我听张沈说 你又没怎么吃饭 别闹脾气 吃饭 你要再这样 我真的在你房间里 按个监控了 你也不想这样吧 纪灵输 你这是变相求见 要喂你吗 这就是你想的新花招啊 我胃好痛 张沈 上去打扫一下 凌云啊 你是怎么照顾天晴的 能不能用点心啊 嗯 知道了 对了嘛 我想 你把王一调过来几天 怎么了 天晴我未病 最近一直吐 什么也吃不下去 我想让王一过来照顾几天 一直吐 这样 你把秦医生喊过来 给天晴看看 我怀疑 天晴是不是怀孕了 啊 怀孕 那这可是好事啊 妈已经走了 你身上除了未病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看见你就想吐 没精神 试睡 综合各种情况 我觉得我应该是得了乙肝 所以你最好离我远点 免得我传染给你 夏天晴 我这是在帮你 我明天给你叫黎医生 让她给你看看 不用啊 听话 这件事没得上点 身体重要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夏天晴怀孕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的资料呢 你怎么不想想 你坑我的时候呢 喂 喂 哎 也鼓呼你大爷 张婶 张婶 你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想办法把夏天晴 周地里的药盒拍一下 没准都脱拿一篮片 出来交给我 这个 难办呀 放心 不会让你白做的 季总 这房间好几天没彻底清扫了 而且夫人 很久没有晒晒太阳 呼吸点新鲜空气 嗯 要不要 下去 推着她 透透气 我彻底清扫一下 好 你干嘛 我自己能走 安小姐 这是从夏天请房间里找到的药 除了药之外还有没有得到 那倒没有 我感觉这药是挺奇怪的 不像是保健品 你下午买菜的时候 让你职位去医院解释一下这些 一定要快 我都查出来了 什么药啊 这些药根本不是保健品 一个是胃药 一个是止痛药 还有三种是安胎的药 另外一种是安胎孕蓬的药 真怀孕了是不是查错了呀 前几天日生理期呢 这个我也问医生 这个应该是 和孕蓬拼逼出现的流产期 这个贱人怎么没直接流掉呢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怀孕的事 要是被技家知道了 你就彻底没有希望 我也费什么预计 反正安胎药 学换成多胎药 可是 这不是犯罪吗 我不敢 等我当上技家的主人 还少得了你的好处 先不是问题 但换药这种事 我搞不来了 你让你吃鸡肉 一定要赶在明天 那个医生来之前换掉 快 这是我的名片 并且没吃心死 并且是还懂 对了 孕太太平时吃的什么药 方便我看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看的 一个药磨磨磨蹭蹭地问这么多 这是她平时吃的药和保健品 放心 我给您开的药 和您平时吃的不冲突 情况我大概了解了 孕太太就是身体比较虚 需要尽心调养 稍后呢 我会给你们开一份食谱 饮食上一定要多加注意 好 对了 夏小姐 我方便给您耗一下脉吗 我最近在自学中医 所以遇到人就想试一下 不知道您可以吗 哦 可以 好的 谢谢夏小姐 那我先出去了 就不打扰了 我去送一下她 哦 还好这医生也没什么真本事 也不知道季灵云从哪找来的骗子 我太太病怎么样 从脉想看 您太太怀孕了 但是我看了下她的药 她应该是知道自己怀孕这件事 她怀孕了 天 天青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但是 她好像不想要这个孩子 为何 她的药盒里 都是关于堕胎流产的药 她的身体亏空得很严重 这个时候怀孕 对身体的影响会非常大 她就这么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这么恨我吗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您还是有时间 带您的爱人到医院检查 好 我知道了 对了 您太太常年的胃病 近期的饮食 一定要非常注意 她的身体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切记进房室 秦医生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能麻烦你把她的剁胎药 全部换成胺胎药吗 当然可以 还请您尽快 这里不欢迎你 别以为林音哥哥给你几个好眼色 就是爱什么 信不信我让她赶你走啊 求之不得 你最好快点让我跟她离婚 也好给你让胃啊 你是在跟我炫耀吗 韩沐云 我劝你有这个时间啊 多在季灵云身上下下功夫 劝劝她快点让你转正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你就算现在怀孕我 你的孩子也是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 我和季灵云想好的 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 这你拆散了我们好不好 我拆散了你们 当初的车祸是不是我设计的你 你我心知肚明 三年前我就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没把握住 你一边吊着季灵云 一边和别的男人行苟且之事 不过你们在一起也挺好 毕竟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你妈谁呢 韩木云 你有这个时间 多去看看季灵云吧 最好把他榨干 让他没有时间在我眼前晃 就是一条狗 你也想生下连渊哥哥的孩子 你可笑不可笑 你说什么 你知道什么 现在我不怕告诉你 你就是季家的一条生育工具 连渊哥哥都说了 等你把孩子生起来 就赶你走 然后我呢 就让这个孩子 健康幸福快乐的成长 你怎么会在我眼里 我要杀了你 你别逼我 我好害怕呀 那其实我可以帮你 你帮你 你个放女人 你放了吧 天晴 怎么了 柳云哥 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着天晴姐胃不好 就给他做了热牛奶 没想着拿热牛奶破我 他还是要杀了我 那人哥我真的好爱吗 夏天晴 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 我居然还会觉得 我早就该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到底我 够了 你们都给我出去 好 好 你先好好休息 地上的这些牛奶 我一会儿让张婶来收拾 灵云哥 真是煞费苦心啊 宝宝 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哎呦 我的小祖宗 你怎么自己下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想去晒晒太阳 腿不碍事的 那你也得小心点啊 我这次来啊 把王爷带过来了 我听灵云说 你最近胃口不太好 哎呀 得好好照顾照顾你 不会嫌妈妈烦吧 当然不会了 我最爱妈妈了 高兴还来不及呢 那可好啊 那妈就不走了 哎 来来来 来慢点啊 哎 小心坐 哎 来 让妈妈好好看看 哎呦 你看你这脸色苍白的 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吗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的吗 我最近胃病放了 吃不下什么东西 哎呦 这好孩子 受苦了 其他的事都交给妈妈 你只顾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就行了 旁的事呢 都不用你掏心 包括 宿家那个小贱人 嗯 来 你先坐好 我去看看王一那个汤啊 做得怎么样了 好了给你端上一碗 妈妈 我没事 我下去吃吧 听话 跟你说 你得好好保养啊 别动啊 嗯 来来来 汤好了 闻闻香不香 嗯 谢谢妈 你先慢慢喝 妈要下去接个电话 好 凌云 我觉得天晴 还是挺喜欢孩子的 可她买堕胎 喝避孕的药 这也是事实 这中间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也许 她只是不想跟我生孩子吧 季灵云 你看着我 认真地回答一个问题 你到底喜欢谁 天晴 还是韩梦雨 我 不知道 你看看 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 三年了 当初你跟我说喜欢的是天晴 娶她为妻 可是你现在跟那个韩梦雨 不清不楚 我这一巴掌 就是要打醒你 你好好想想 如果不爱 马上离婚 剑 我怎么不知道 季先生什么时候 这么有礼貌啊 你喜欢小孩吗 不喜欢 吵死了 让人头大 喂 好一些了吗 放心 死不了 那 你今天吃药了吗 原来是你和那个贱人合谋的 季灵云你好狠毒啊 什么 没什么 不重要 没什么 不重要 那 我推你去院子里 透透气 晒晒太阳吧 不需要 我困了 林静 我们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聊聊吗 我觉得我们除了离婚没有什么好谈的 你喜欢过我吗 不喜欢 甚至恨死你了 那 你爱过我吗 季灵云 你能不能别恶心我了呀 你无不无聊啊 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没有时间陪你回忆过去跟你谈心 我 是不是说错话了 你要是无聊的话你可以去找韩沐雨 你 记得吃药 滚 还有妈妈呢 妈妈会保护好你 我爱小招 明天从公司帮我送份资料过来 顺便帮我买些药 我微信会发给你 记住 千万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也别让别人看见 张婶 帮我安排个司机 我要出门 好的夫人 哈小姐 刚才夏天请让我给他找司机 她说什么事了吗 没有 你和陈师傅说 让他过去 好好好 你怎么在这儿 记得好 夫人说 后天要用车 用车 有没有说去哪儿 干什么 没说具体的 就要说去牧原 早上五点钟就好 好 我知道了 这样 后天你不用去 我会安排其他人 好的 记得好 那我先忙去了 嗯 全准备好了 已经全准备好了 成功了 成功了 谢谢 我先走了 小木 也不知道是谁扫谁的 你约我来这儿干嘛 当然是对你对我都好的事了 你一个给人做小三的人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那你为什么出来复原 我们有共同的仇 敌人的敌人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我恨夏天青 我想让她死 她是我妹妹 你别装了 你把她当妹妹吗 夏丰叶 你恨死她了吧 没错 我是恨她 是她让我嫁破人亡 她个丧人性 但是你让我杀人 我做不到 你妈妈因为她难产而死 就是她跟寄灵于斗 你爸爸不会去 最后自杀 为了谁啊 闭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明天 是你妈妈的忌日是吗 你闻这干嘛 我只是想友好提醒一下 我听说夏丰叶 要去那人 她凭什么去 她有什么资格去 我不知道 但是 被杀死自己的凶手 自来 你妈妈一定会难过 但是没关系 我知道一个办法 既不会出人命 更能让她有点笑话 最重要的是 我让她进墓园 而你呢 也是她的哥哥 来做这个 她也会被追究 怎么说 明天早上五点 夏丰叶行坐车 从俊佳出发 车上的定位器我装好 到时候我把定位器 实际一段 你进 喂 你大早上站我门口干嘛 你去哪 不用你管 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 我陪你去 收起你那假惺惺的样子 我这样还不是拜你所赐 我送你去 你干嘛 我不用你送 我叫了司机 陈师傅 临时有事请假了 今天 你只有我送你一个选项 那我手机叫车 我跟门卫打个招呼 今天别墅区 任何外来车辆都不得入内 你 你 你到底要干嘛 我说了 我送你 给我 凌云 我胃好难受 能不能送我去趟医院啊 自己去 我没空 季凌云 现在很多事情我都不需要了 我的拐杖呢 后备箱 给你备了 便些轮椅 季凌云 我现在真搞不懂你 你是变态吗 现在还好吗 没什么好不好的 毕竟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但是他生下我 却因我而死 没有理由不去祭拜他 我妈说过 我妈说过 他很爱你 我相信 但有时候我会自私地想 他要是再爱我一些就好了 他要是能活着就好了 这样 也许我的家庭会幸福一些 爸爸和哥哥也不会闹成这样 但是他生下我 却因我而死 没有理由不去祭拜他 没有理由不去祭拜他 我妈说过 他很爱你 我相信 但有时候我会自私地想 他要是再爱我一些就好了 他要是能活着就好了 这样 也许我的家庭会幸福一些 爸爸和哥哥也不会闹成这样 天晴 你没事吧 天晴 小孙 我出车祸了 我给你发个实时定位 报警 打120 先生 醒醒 先生 这位夫人她快不行了 先生 醒醒 时间 时间快上 不是你报的警吗 是我报的警 妈 儿子 你醒了 妈去叫医生 妈 天晴呢 天晴她 还是先去给你叫医生吧 妈 你快告诉我 夏天晴怎么样了 天晴流产大出血 再加上她身体亏空的严重 还在抢救室呢 她的血型比较特殊 血库里又没有 很可能 凶多吉少 你爸在那边看着 我们会全力抢救天晴的 我把夏丰逸抓起来 好 你放心吧 有手机呢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手机干嘛呀 我有急用 喂 沐浴 我想请你帮天晴数学 凌云跟你说什么 你没事吧 我听说你出车祸了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现在在 郊区仁爱私人医院 我在郊区的仁爱私人医院 沐浴 你知道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事 这次请你务必帮忙添情 只要你答应 我吉林云与你一个承诺 好 零云跟我答应你 不过我不是为了夏丁情 也不是为了什么承诺 我只是为了你 你等着 我让司机送我过去 这东西 你知道吗 他怎么说 他答应了 好 我去跟你爸说一声 你好好在这躺着 一会儿医生过来 再给你检查一下 嗯 是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天晴还要在ICU观察48小时 如果再醒不过来 我可能变成植物人 怎么会这样 最麻烦的是 天晴的未出现 又还变得倾向 夏天晴 你醒醒醒吗 你不是想和我离婚吗 只要你醒过来 我就答应你 我去看看你妈妈 她一夜都没喝烟了 儿子 你在这儿都守了一个晚上了 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没事 是啊 凌云哥哥 你也受伤了 你要好好休息 我好心疼你 我真的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一点皮外伤而已 可你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啊 我就想等等她 你们先回去吧 这边人多得不好 那凌云哥哥 我晚上来 好了 走吧 走吧 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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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成植物人了 还勾着凌云哥哥 怎么不直接去死啊 喂 不是说好了不再联系了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 想你的呗 那么长时间不见 想死我了 周和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哦 原来如此 那我不知道 纪凌云会不会知道 我俩的关系呢 你在威胁我 我们之间可不是这么说的 不不不 我那么爱你 怎么会威胁你呢 伙伴 我真的想你了 今天晚上 老地方见 今天晚上我出去一趟 我管好你的罪 如果有人问起我 就说我不舒服睡了 好的 韩小姐 你找我干嘛 宝贝 这么长时间不见面 你不想我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周王别碰我 我想死你了 我可想死你了 我可以给你钱 好啊 谁不喜欢钱呢 那 你要不要帮我杀个人呢 哇 美女变成了蛇蟹美女 我们的沐浴 想要谁死啊 一个弹瓣的植物人而已 说名字 别想给我瞎操 瞎得急 什么 这么说 三年前 你精心设计的车户 并没有把它完全拖下水 并没有把它完全拖下水啊 宝贝 昨天下午 是用谁的电话给我打的呀 那么着急约我出来 不会就是为了干这事吧 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说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怀孕了 真的 我要做爸爸了 那刚才我们岂不是 你别想多 我已经拿掉了 啊 你为什么呀 我对孩子的爸爸是个混活 怎么可能 没关系 沐浴 我知道你喜欢上流社会 你给我两年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人上人的 到时候我们再要孩子也不迟 别想了 没有以后 周恒 我们分手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以后 可能没办法再生命了 啊 真的假的 你身体还好吧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的 我不后悔 我也不要你负责 但是 这个孩子是你 我不能生育的原因 也是赢 我让你帮我做件事 行你说吧 你的事 我全力以赴做 我明天会约夏天请爬山 我们到威山山脚的时候 你还是撞我 啊 我 为什么让我撞你啊 我要把不能生育的这个原因 甩给那个贱人 未来季太太的位置 只能是我 这么说 你还是想嫁给季灵云 不嫁给他 难道跟着你这个穷鬼吗 这些钱给你 拿着做吧 年前 你精心设计的车祸 并没有把他完全脱下水呀 他必须给我死 只有他死了 凌云哥哥才能娶我 我才能坐上 季太太这个位置 宝贝 想借我的手杀人 等季灵云知道了 那我也离死不远了 你这是一箭双雕啊 韩小姐 季灵云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搞清楚啊 他从来没有爱过你 他根本不会娶你的 你胡说 凌云哥他爱我 他一定会娶我的 你不要再那么天真的好不好 季家怎么可能娶一个 既没有生育能力 又满身污点的女人 做季家少奶奶呢 我也能对你好 你怎么就不能嫁给我呢 要是准对我 我就替我杀了 杀了夏天晴 只要他死了 令哥哥才会娶我 你怎么就那么确信 季灵云会娶你呢 他父母都不会同意的 他年轻的意外落实 他以为是我救了他 我之前给夏天晴书写了 他向我一个承诺 他说的 只要夏天晴没了 我要一个积态的位置不过分吧 那真正叫季灵云的人是人啊 不知道 就在上海的时候 他已经意识模糊了 他地方根本没有监控 五年过去了 谁能查得到 这一季 季灵云是查不到了 周恒 我知道你在海时 这事只能你帮我 夏天晴是个植物人 想弄起他 很容易的 那你让我好好考虑他 求你了 这是真的只有你能帮我 我做上机台带了之后 我会有这个身份给你铺路的 你的身份见不得光 现在 咱们是一条船上的蜡蜡 叶蓉俱容呢 好啊 那今天晚上 我先收点力气 又要抛弃我去找季灵云啊 都说让你不要弄痕迹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那是情不自禁吧 别在我跟前晃了 衣服给我 笨死了 哼 你当我还是当年的那个马仔啊 韩慕 你还是没有长大呀 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八个小时了 医生说 他可能醒不过来了 然后呢 现在需要你做一个决定 是继续住在医院里 还是把天晴借回家 在医院 再观察几天吧 天晴 一向不喜欢医院 也好 趁这两天 我找两位能够接受住家的四人医生 穿得这么骚气 到哪鬼魂去了 伯母你回来了 我本来打算去医院看凌云哥哥 结果我要拿东西了 医院那边不需要你过去 另外 我给你两天时间 你尽快从季家搬出去 可是凌云哥哥都答应了 凭什么不让我住 夏天晴就要回来了 别在这儿碍眼 天晴醒了 还没有 是凌云让他搬回来休养的 可是医院那边设备和环境都要好些吧 这就不需要你关心的事了 我不管你搬去哪儿 两天之内 必须离开季家 喂宝贝 想我了吗 时间紧迫 两天之后夏天晴就要出院了 你要尽快 那你得加钱 我再给你加三百万 你再给我加七百万 凑个掌啊 周恒你别太过分 我只有这么多了 这毕竟是杀个人嘛 未来的季太太 不会连一千万都拿不出来吧 行 但是事成之后我在附近 活儿不是这么干的 买卖也不是这么做的 这样 你先给我拿五百万 剩下了两百万 事成之后再给我 什么时候动手 明天 医生说 你的求生意识 是在得知孩子之后才开始变得弱 是你自己不愿意醒过来 天晴 我们之间一直存在很大的误会 而且爱你这件事 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求求你醒过来好吗 请进 季先生 该换药了 你是 季先生 该换药了 你是 我是新来的护士 刘护士长呢 赵岳长教他有点事 所以就让我来换了 嗯 对了 您太太的出院手续 好像有点问题 麻烦您让人去看一下 好 啊 对了 医院里的信号可能有点不太好 您可以到门口打电话 应该就好了 嗯 喂 小孙 天晴的住院报告 好像有点问题 你过去看一下 嗯 季先生 要换好了 嗯 好 谢谢 季灵云 你要照顾不好他 趁早放手 有的是人愿意珍惜的 就算我们离婚 天晴也轮不到你这种 臭水沟里的老鼠惦记 你以为你那些底细 和背后搞的小动作 没人知道是吗 你最好离天晴远一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算我们离婚 天晴也轮不到你这种 臭水沟里的老鼠惦记 你以为你那些底细 和背后做的事 没人能知道是吗 你最好离天晴远一点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在天晴的面子上 只要你不参合我家的事 叶家那边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饶你一条狗命 就算我再怎么不识东西 至少我不会伤害他 现在天晴是什么情况 把兵力给我看看 这里不需要你关心 请你出去 现在我们之间的斗争 还重要吗 重要的是天晴 我的一些人脉比你广 至少比你们强吧 天晴 快 快叫医生啊 现在里面情况怎么样 初步判断是由于药物过敏 导致的休克 药物过敏 给我看一下药物单子 不同 一定还有奇怪原因 你好 我是市医院急救科主任 叶孤红 里面患者是我的朋友 我很清楚地知道 这些药物中 没有可以引起他过敏的 怎么会 地灵云 有人要害天晴 你确定 我确定 小孙 你通知一下保镖 收好病房 不准任何人入内 对了 刘护士长 你今天 是找谁来帮忙换的药 我没有让人帮忙换药啊 子孙 通知张院长 把今天的监控调出来 找一下今天进入病房的 那个女护士是谁 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人 千万保护好手 好的 对的 麻烦你把今天的药物 送药物 好 人已经吵架过来 真的吗 爸 麻烦你找人查一下 今天有人来医院 要杀天晴 等会我让小孙 整理一下 把我们收集到的材料 发你一份 真心没事吧 抢救过来了 这件事 先被和妈说 我怕她一担心 到时候就睡不着觉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刚刚我收了一条短信 说 下手的女护士 带好叫蛇 行我知道了 我马上找人查一下 嗯 好 怎么样 警方查到了 那个叫蛇的人 他是一个杀手组织里的杀手 那天遇到的 应该是易容后的蛇 但是谁雇佣她的 目前警方还没有查到 你说的这个电话号码 也无法接触 所以说 给我发消息的人 一定是知道内幕的 对 现在可以相信我了 现在可以相信我了 我并没有恶意 我是来帮你的 关于这件事 你知道多少 全部 你想要什么 钱 一千万 可以 哎呀呀呀 这么痛快 看来是我要少了 把钱达到我发你的账户里 下面就是纪总做选择的时候 夏天晴还是寒暮 真爱还是救命恩人 你要不要帮我杀个人呢 有个贪慌的植物轮而已 假天晴好 不知道你现在还能不能做成纪太太呀 你可不要怪我 我这是在帮你成长呢 可真让人期待呀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让我干嘛的废物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就不过多参与了 其他那边我会盯着 也是你不用担心 你先把眼前的事处理好再说 好 谢谢爸 你们要干什么 带走 哎 哎 哎你们要干什么 哎你们别碰我 来人啊 啊 你们干什么 你有什么字格这样对我 巧了 就是纪总让我带你去见他 你们干嘛 那 林云哥 你看他们 林云哥 我好疼啊 疼吗 委屈吗 啊 林云哥你别这样 我害怕 这就害怕了 那你和夏丰一合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他 天晴也会怕 也会疼 我 我不知道 我这么爱你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你 你爱的是记他他的位置 爱到天晴现在成了植物人 你依然不想放过他 我 林云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啊 你 真听不懂是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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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他嘴硬不硬 被打成这样 会不会交代些什么 反正也跑不了了 有没有可能拉些人陪他 你觉得他做 你像 不是 是他污蔑我 是吗 可是他说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 是你支持的 不是 我我只是告诉他 那天夏天前要去扫墓而已 原来这一切 你真的有参与 什么 意外吗 你觉得这种人 有审的必要吗 你以为你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车上有追踪器 韩木云 我不傻 是我以前太信任你了 如果你觉得这些不足以成为证据 那你看看这些 不是 不是我 没有 没有 这些不是我做 我这么爱你 我怎么会做这些事 是周恒 是周恒 是周恒要害我 好 周恒是谁 周恒是谁 一个小混混 已经追求过我 我不同意 他就在当我陷害我 好巧 我认识的 能做这种事情的周恒 也有一个 这些年也算是 排得上号的头号人物 你说他喜欢你 我诬蔑你 你觉得我会信吗 编 也要编得好听点 小孙 带着证据 把他们送去警局 好 等等 金凌云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是你的救命人 你 你还欠我一个承诺 我要你现在就还 好 趁我还有耐心听 你给我一个紧 再给我买东别墅 送我出国 你呀 这算三个提论 那我要夏天行死 我要你记住杀了他 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 只能 为什么这个贱人能当金太太 我不能杀他 我不能恨 金凌云 你未免太偏心了 我不能恨他吗 你未免太偏心了吧 我觉得这段视频不太对劲 但没看出什么来 这段视频 有部分重叠是剪辑过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角度和力道 这明显是精心设计过的 把伤害降到最低的方式 如果被推下去 不可能是这样的 好 谢谢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令云哥哥不要看 来人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令云哥哥 带走 别再让我看见他 看见你我就觉得恶心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令云哥哥 送去警局 还有家里的张婶 都交给警察处理 天晴 夏氏和爸妈都在等你 我也在等你 灵云 我整理了一些 天晴的旧物 医生说呀 多跟他讲一些 过去的事 能够帮助他 尽快地苏醒 好 你看看吧 我正找你呢 快点 哎 干嘛呢 地上的过来 原来一直都是你 天晴 怪我 没有好好理解你 我他妈就是个烂人 天晴 刚刚是你在说话吗 天晴 刚刚是你在说话吗 天晴 天晴 你 你醒了是吗 你能听到我说话是吗 妈 医生 快来 医生 恭喜你 先生 您太太要苏醒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太好了 天晴 天晴 季灵云 你真的好丑啊 就算你嫌我吵我也要说 你终于醒过来了 你真的 我爱你 我以后会 努力做你的好丈夫 你的爱人 未来孩子的爸爸 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不会这么轻易地原谅你 之前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那你给我一个机会 你让我想想 你慢慢想 慢慢想 天晴 你怎么了 做噩梦了 别怕 我一直在这儿呢 能和我说说 做了什么梦吗 我 我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断断续续的 但是我找不到他在哪 他说 想让我抱抱他 可是我一伸手 周围就都变成了血水 向我慢了过来 齐灵云 你说他是不是在怨我呀 怨我没有保护好他 没有错 要怨 也应该怨我 怨寒木雨 怨夏丰逸 你一直都在 有好好地保护他 我相信 他肯定能感受得到 啊 以后 我们还会有好多孩子 好多好多孩子 不哭了 想出于晒下太阳吗 好 一直待在房间里好闷 季灵云 你真的爱我吗 我确定 我知道 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相信我 但是我会让你相信 我是爱你的 想出去逛逛吗 好 可以 怎么忽然想着来这里啊 对不起 我私自看了你以前的日记 上面 写了很多你以前想和我做的事 但是 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愿不愿意 但我还是想尽可能地去满足 你的一切愿望 不留遗憾 而且 这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夏丰 请过一下 你有事找你 快点 今天保护费带来了吗 没钱了 我不是给过你们了吗 你不是夏家的吗 每天会在跑车上 怎么可能没有钱 听说她是夏家的私生子啊 原来是个野种啊 不是野种 还说不是 夏丰业学长亲狗说的 她根本没有妹妹 干嘛呢 云阳哥 我们闹着玩呢 你们几个 以后都离她远点 嗯 滚吧 真子 自己收拾一下 那时候 你就像是一道光一样 出现在我身边 现在依然也能守护 我在 你的笔记里 看到了这枚戒指的手稿 私自 找了设计师 把她打了出来 听请 你愿意再给我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嘛 我会好好爱你的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我晚上定了晚餐 天津小姐 愿意赏脸吗 好啊 我没什么人呀 我记得这家餐厅挺难约的呀 我包场了 你是霸道总裁小说看多了吗 多浪费呀 你 不喜欢 偶尔 还不错 是吧 吃了这么多天药膳了 终于能吃点好吃的了 来 你还记得你高中最爱吃这些吗 嗯 还要再点点什么吃吗 嗯 差不多了 我们回家吧 再等一会儿 嗯 嗯 我想庆祝一下 就当是我们正式相爱的第一天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会不会觉得有点俗 你知道 我没什么经验 但是我会努力去学 你今天晚上别睡地上了 要不去客房睡吧 没事 我陪着你 这样你晚上你不用害怕了 要不 你上来睡吧 什么 没听见就算了 嗯 嗯 做错事 我不想吃边缘药 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好不好 嗯 季灵雨 我还没有走出来 知道了 嗯 你在吃什么 冰雨药 什么 我 我刚才做的错事 我不放心 以后别吃那种药 那你能保证再也不碰我 那种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当然知道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可是对于流产来说 这点损害又算得了什么吗 所以 你还是在怪我 这些事情已经发生 我不可能不记得 可你的身体 没事 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打理夏市 从明天开始我要去 你好 我找一下你们的夏总 啊 你好 你有预约吗 没有 没有预约的话 我们是不能让您上去的 请问您是来干嘛的 接他下班 帅哥 我劝你最好放弃 我们夏总已经结婚了 他不抱养小白脸的 你们夏总 是经常有人表白吗 那当然了 我们夏总有言有钱 又有能力的总裁 谁不行动呢 我都想表白 法助理 我在你们公司前台 说要预约才能见 喂 好的好的 知道了 曹助理再见 认清楚 我是你们夏总的合法账务 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 还有 以后所有的表白者 不能进入 我们结婚吧 什么 你有病吧 我们不是已经是夫妻了 说的是结婚 季灵云 你又在闹什么 我很忙的 没空陪你玩 可是现在很多人 都不知道你结婚 也不知道你老公是谁 甚至还有人追你 我都不认识他们 你是三岁小孩啊 连这种醋都吃 我就是醋做的 行不行 你还在考察期呢 考察期 又不妨碍结婚 再说 这是我欠你的 下个月底 我要结婚了 结婚 哥 你又结婚了 不是 哥 你要跟谁结婚呢 那韩沐宇 不已经进去了吗 对啊 我听说前两天 在狱里还有自杀 不过被拦下来 要我说这姓韩的呀 可真不简单呀 想想我就来起 居然把咱们全骗了 亏我当初还那么相信她 好好地提她干嘛 还是和天晴姐 哥 是不是姓夏的又威胁你 放尊重点啊 天晴是你们大嫂 我们结婚你请我愿的 不存在什么威胁 这老瓜子误了嘛 没事 跟着干就行了啊 哥 有什么需要的 直接说 对了 帮我通知一下 各个家族企业 还有媒体邀请 到时候 我看看谁还敢 往天晴身边靠 好嘞 来 喝一个 婚礼定在了下个月底 你敢可以吗 不是说还在筹备吗 怎么就日子都定了 我下个月底 还要飞趟美国呢 这个你放心 我已经问过 你们公司曹助理了 然后和美国的 Monkey约好了 下个月底 他会来中国和你谈 顺便参加我们的婚 你又来掺和夏氏的事 小藏到底是我助理 还是你助理啊 明天我就把它开了 好 我错了 下不为例 还有下次 你能不能改改 这种做我的毛病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发誓 老婆大人都发话了 我怎么敢不听 你别乱行啊 你还在考察期呢 少夫人 我给您熬了点热粥 您趁热喝吧 饭呢 马上就好 好 谢谢王爷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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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是不是胃又不舒服了 我开车送你去医院啊 没事 我应该就这两天 没休息好 都说了 让你好好休息了两天 非得不停 我扶你回卧室 王爷 一会儿我点白粥送过来 好的 走 季太太 您看您还有没有修改的意见吗 挺好的 很好看 季先生 您呢 我太太喜欢就好了 好的 大概下个月中 我们就会出诚意了 到时候 我们再为您量一次尺寸 您试穿之后呢 进行最后一次修改 就可以了 好 可以 那 我就不打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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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很好 完美无缺 我最近是不是有点胖了呀 我这腰这稍微有点紧 一点都不胖 你看我老婆哪胖了 没关系的 杰太太 稍后我们会为你再量一次尺寸 打造绝对量身定做的婚纱 天晴 没事吧 没事 应该是有些滴血疼 不行 必须去医院检查 你最近不怎么吃东西 还经常恶心想吐 这样下去你身体受不了 可是这边 明天再来 明天公司还有事呢 很重要的 夏天晴 公司重要还是身体重要 好好听你的 夏女士 恭喜你又怀孕了 什么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让我做的措施我全做 你不想要它 既然它都来了 那就留下吧 那我们的婚礼 要不要 如期举行 揣着它一起 谢谢你老婆 我会对你们两人好的 用我的生命 说话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知道梅 我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